日本聖岡山车秋季庆典14号举行 华联市长魏嘉燕和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政伟也率领了参访团 以友好城市的名义和聖岡市 还有市议会等单位来进行采接游行 共同见证拥有300年以上的传统文化盛会 华联市参访团一行人浩浩荡荡 穿上日本传统服饰走上大街热情的向当地民众回首致意 日本聖岡山车求集庆典在14号升大举行 华联市长魏嘉燕及世代会主席李政伟也率领参访团队 以友好城市的名义和聖岡市长内管帽及聖岡市议会等单位 进行采接游行 共同见证拥有300年以上的传统文化盛会 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聖岡市 那么热情的欢迎我们来到聖岡 那一同来采接的这个活动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回去研究之后 希望能够再次的邀请聖岡山车来到花莲 来做采接的活动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传统文化上 我们花莲市公所会尽力的在我们传统文化上多一些着力 那也希望更多更多的一些专家学者来给我们指导 未来在推出很多的活动之下 我们都希望让历史的脉络 让孩子们都能够了解 让市民跟观光客也都能够了解 那游行当中感受到聖岡市的市民对我们热烈的欢迎 那明年是我们跟聖岡姐妹市的五周年纪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再次的来造访我们花莲市 让我们花莲市市民能够感受两县市的姐妹情侣 聖岡山车以歌舞伎人 民间传说的神人或日本江湖时代的历史人物为主题 搭配樱花、古代英雄、红白牡丹等元素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山车 有40多人拉着千绳一步一步跟着节奏 将山车往前拉,场面超壮观 而今年总共有10组山车 游行中花莲市一群人也受到街道两旁聖岡市民的热情欢呼 更有民众高居手牌表达欢迎 市场为家宴与众人开心合影留念 并相约明年见 记者徐立琴,申高市报导